下航首架A321neo飞机即将投入商业运营 在首航前夕 我们一同登上这架飞机 看看机舱内是什么样子吧 空客A321neo系列 最有竞争力的就要属这款引擎了 下航选配了具有出众燃油效率的Leap 1A发动机 最高可减少50%的发动机噪音 让旅客获得更舒适更安静的飞行体验 大家好,我是通通 今天我们受厦门航空邀请 一同揭开厦门航空手架A321neo飞机 机舱内饰、座椅以及各种设备的神秘面纱 跟着通通一起,我们登机了 下航A321neo选用两舱的布局 进入客舱 首先看到的18个商务舱座位 之后是200个经济舱座位 这架飞机取消了机翼前侧的2号门 改用机翼上的两个应急出口和3号门 舱门的变动让客舱有了更加灵活的布局空间 也让飞机在提高了舒适度的同时 还增加了载客量,两全其美 此刻的通通正享受着新款商务舱座椅 带来的舒适与放松感 这款座椅采用了摇篮式的设计 配合人体工学的贴合曲面和木纹装饰 让乘客在旅途中得到充分休息和放松 这次通通也不顾形象 为大家演示座椅放倒时的舒适坐姿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不妨亲自一试哦 还有还有,座椅扶手旁的充电口 让你的手机在飞行过程中也能随时充电 没有电量焦虑,享受飞行的同时也能痛快刷具哦 经济舱的座椅与商务舱一样来自中国制造 一抹清新脱俗的下航篮 不由的让你眼前一亮 座椅流线型一体化的设计 新材料的运用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提供着更大的乘坐空间 像童童这样的大胖子 也能拥有傲人的腿部空间 妈妈再也不会担心 童童坐飞机脚麻了 厦门航空贴心的为经济舱的旅客 也配备了USB充电口 在您花费更低票价的同时 也能在飞行时就手机充电这个问题上 享受与商务舱旅客同等的待遇 不得不说 超大的行李架绝对是必须点赞的地方 这架飞机选择了空客最新推出的超大行李架 空间提升40% 容量提升60% 像童童这么大的一个包 也能轻轻松松地直立着放入 超大的行李架空间 不由地让通通思考起睡在上面的可能性 但一想起接近100千克的体重 大家就当作是一个玩笑吧 技术全新升级的厨房设备 为下航的航空餐带来了无限可能 再搭配上摘星旗旅和非要好好吃等客舱服务 将为旅客带来美味的飞行体验 各位吃货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启下航A321neo的飞行体验了呢 下航还为这架飞机选择了空客最新型的智慧洗手间 温馨舒适的灯光和婴儿护理台等特殊旅客服务设施 以及更多的旅客舒适性配置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畅想惬意的空中之旅 来到后舱 过道旁有一张可折叠的乘务员座椅 据说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舱座位的充电插座使用情况 在起飞降落时 大家要记得拔下充电线 偷偷充电可瞒不过乘务员小姐姐哦 好了 今天通通带着大家 把下航手下空客A321neo飞机的客舱来了个大揭秘 屏幕前的你有没有很过瘾 如果你还意犹未尽也没关系 下航A321neo机队马上要投入运营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哦 通通也将在首航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体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投币 欢迎开启小铃铛哟 拜拜了 下期视频见 拍拍啊 不是拍完了吗 下个 走啊走啊